4月27号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吹风会 介绍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科学研究情况 会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人医师王贵强介绍 目前中国已有三种疫苗进入临床研究阶段 目前在中国已经支持了五个线路的研究 包括线病毒疫苗 也包括灭活疫苗 包括核酸疫苗等等 目前这些疫苗都在有序的推进中 像陈维院士的线病毒疫苗 这是最早上了临床一期的 现在已经在二期了 还有就是中国生物已经开始了一期和二期 再一个科兴疫苗 目前中国有三个疫苗已经进入临床研究 现在目前和美国和德国等国家都有一些合作 包括英国 疫苗的研发 对于广受关注的无症状感染者筛查和管理问题 王贵强表示 目前无症状感染者只有通过检测才能发现 因此要对相关人群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 并及时隔离观察 那无症状感染者实际它的最主要的问题呢 实际就是它的传染性的问题 我们认为呢 它的传染性非常明确的 和一般的人群一定是同等对待的 它具有传染性 只有通过检测才能发现这批人群 我们中国现在也非常明确要强调大规模的核酸检测 那么希望极早的发现这些这个无症状的感染者 目前我们现在对这个境外输入的 境外的回到中国的常规的条件进行检查 目的呢 还是找到这些无症状感染者 使它及时的隔离观察 避免进一步的传播 会上有记者提问 新型冠状病毒是否会随着夏天到来 因气温上升而消失 对此王桂强也进行了回应 虽然我们说新冠病毒本身是个不耐热的 对热是敏感的 我们说对热敏感是56度30分钟 但热子也热不到那么程度 那从现在全球这个流行这个情况来看呢 这个到夏天这种大幅度的病例减少的概率并不高 病毒呢 新冠病毒 是不是有可能比如说到入冬的时候 到秋天的时候 人群聚集的时候 空气不流通的时候 再次发生大规模的一个流行 这种概率是存在的 是不能排除的 王桂强认为 当前全世界应联合起来 采取全球一体化的防控措施 共同战胜病毒 等等 这次元素的病毒 方法 那儿个人既在精英学院的病毒 小学院的病毒